再皆再命,普度众生,有朝一日,功成果,满,成仙成佛不难, 轻哉悟乎,叩首谢恩,天运夹子年四月十五日,十五日五月一千九百八十四, 加,加,加,C二,唐主席关登台傅林C二,加自年四月十五日,十五日五月一千九百八十四,十曰,开唐七月经有成,归宫诸子报前程, 今蒙天恩加奖赏,愿能努力赴前程, 圣事今夜成蒙天恩厚爱,四下丰硕道工,奔赏诸生,以为诸生, 在五个月来,所费精神与心血,无自承接圣天主席之职以来, 无不战战经经,生改身则重任,实时主尽存成,与诸生共同分, 斗努力,倘若往后道物若能红斩,亦是诸生效劳书臣之成果, 望诸生能秉持以往诸书之精神,继续奉献效劳,则本堂道物辉煌, 知日,指日可见也,又是,扶轮暂停,退班后诸生向外行三贵酒寇礼, 寇谢天恩,加,加,加,C3,南海古佛将法文复零C3, 素自上古时代,人心纯朴,人与人之间只有有爱,没有争夺,在, 至中古时代,人心见趋机巧,而今下古时期,人心更为奸恶显诈, 到处充满暴力之气,上天有见余思,乃于中古时期设下地狱, 言成恶人,讲少善人,此乃上天不得知设施。 经台中圣天堂奉使者成阿比利欲游记,揭开世人不曾闻的悲惨事。 时,记改书中,呈现眼前,使世人悦后,恶人有所警惕,急速改。 过相善,则不复圣天神人著作此书之苦心也。 又凡是观悦此书者,莫以虚构故使世之,困卫书中记载,铁正如。 三,且击斑斑,如果轻事取笑,或是随意抛弃,是自循地律之徒。 故此书价值悲凡,望人人居子,善性大德,能解囊注印,广赠实。 方,则其人功德无量,厚福延绵,子孙昌盛。 南海古佛巴尼台终圣天堂,天玉佳子年4月15日,15日5月1984。 加,加,加,Ca,零Ca召回了希特勒的灵魂。 录自人类神秘现象全记录行万里编著大众文艺出版社。 简体,召回了希特勒的灵魂。 在巴黎郊区一所灯火幽暗的大厅中,一群研究心灵科学的爱好者。 聚集在这所法国有名的赵灵师家中,试图与二次大战过手。 希特勒做一番沟通。 赵灵师的双手拿着用特殊草所编成的绳子,据说灵对于这种草。 相当敏感,以他来座位灵界的桥梁,可使灵很容易地降临在 附身者的肉体上。 赵灵师缓缓地闭上眼睛,深深吐出一口气,静静地坐在桌前。 一切都寂静无声,只有每个人的手表滴滴答答,在黑暗中似乎。 格外响亮,时间一秒一秒从身边溜走,突然,赵灵师的身体开。 使轻轻地颤抖,而且愈来愈激烈,这就代表希特勒的灵已进入。 赵灵师的肉体里,心灵学者提出了第一个问题,你是否能告诉我们,你是谁? 此时赵灵师的身体停止颤动,他那平静的脸孔似乎熟睡了。 他疲乎地叹了口气,缓缓张开了嘴。 你们晓不晓得我就是鼎鼎大名的希特勒总统。 一种稍待维也纳。 口音,音调教常人位高的德语,真相是希特勒本人在讲话。 只是他讲话的时候,似乎经过了一番痛苦的挣扎。 职问的心灵学家穆帝在了解希特勒死后的世界究竟如何。 所以,他们约略问了些二次大战的故事后, 确信此灵为希特勒本人后,便开始转入正题。 总统先生,请问您现在到底住在宇宙的什么地方? 在我们上位。 召唤您之前,您在做什么? 沉重而疲乏的声音,透过招领者的嘴, 回答着我也不晓得这。 是什么地方? 我想是地律吧。 我抬头看到的是厚厚的乌云密布。 阴沉沉的像要把我压得窒息般, 我的四周一片空旷、寂静、大地。 都是一片荒凉的景象, 只有我一个人不断的在赶路、赶路。 难道您死后到现在,一直在走路吗? 质问的人不禁好奇地问。 因为希特勒已死三十多年, 在这么漫长的时间, 他怎么可能还未得到安息? 对,我的脚不断在走,走, 在这里连棵荒木、杂草都没有, 只有。 在天上堆积乌黑的云彩中, 似乎有人头飞来飞去, 可惊细一看, 又变成坚硬的石块, 如非箭矢而敲击在我的身上, 只是我已没有。 知觉。 我的脚步笨重, 如同竖了铁料般, 然而低头看却只有两只自由的。 脚赤裸裸地踏在你找的路途, 每一步都是深陷其中, 要拔出来。 在走的费千斤之力, 我的双脚早已溃烂成伤, 我的精神早已疲惫。 不堪, 然而心力焦脆的我仍然不断地在改路呢。 一身像是历境沧桑的叹息冲涩在黑暗的房间, 似乎如鬼哭神号。 质问的人又提出新的问题你可知道你继续前进的目标是什么? 在我的视线所能看到的前方, 什么也没有, 只有我和我以前走过。 的后面, 一大片鱼长。 狂风吹不散黑压压的乌鱼, 却吹散了我美。 一寸的肌肤, 我没有一丝苦楚, 却又清晰地看见自己的肉体在。 受煎熬。 在这个呆板, 寂寞的地方, 没有一点光线, 可是我却能看到乌。 止静的泥沼, 我跌倒在泥泽中, 没有人扶持, 只得爬起来再走。 再走, 我已太累了。 声音渐渐消失, 招灵师也逐渐渐恢复了精神, 成功的江西特勒等。 灵召唤来到人间,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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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CB, 秦桧受报。 陆自岳飞传七十三回清朝前踩着, 又到一小门, 窥见男子二十余人, 接披法士体, 以具丁, 丁齐, 手足于铁床之上, 头和铁夹, 遍体有刀杖之痕, 鸡血心会, 不可。 兵士, 律一立指着下岗一人, 对无敌道这个就是秦桧也, 以先。 拿到此, 这万四窝, 张俊等, 不日受了阳间火爆, 亦来受此罪灭, 又指数人说这是张敦, 这是蔡经父子, 这是王福, 朱勉, 敌男众, 无声, 莫仇, 犯警, 等一般巨事兼恶之徒, 在此受罪, 方才言君遣他失因行, 令君观之, 几乎鬼族三十余人, 驱跪道封雷之御, 绑于同住, 异鬼猝以边寇, 其还, 但见封刀万智, 绕刺其身, 跪等体如筛笔, 不一悔, 雷震, 一身, 及其身如鸡粉, 血流闷地, 少请, 恶风盘旋, 吹其骨肉, 赴为人行, 力对无敌如阵极者, 阴雷也, 吹者, 阴风也, 又叫御族驱至金刚之御, 宝贵于铁床之上, 牛头鬼哭哨一身, 只见黑风滚滚, 飞鸽赞簇其身, 痛苦非常, 血流闷地, 牛头腹, 少一身, 黑风乃至, 风沙一席, 又驱至火车之御, 夜叉以铁窝驱柜等灯车, 以聚善纳火车, 如飞旋转, 烈焰大作, 请客皆为微静, 狱卒以水洒之, 复便人行, 又呼狱卒驱柜等致明冷之狱, 见夜叉以长毛灌柜等沉于含水中, 举刀灌坛, 骨肉皆碎, 少客以铁钩勾出, 仍腹驱于救所, 以铁钉, 钉手足于铜柱, 用滚油胶之, 鸡则宝以铁丸, 可则引以铜之, 律依利便对无敌道此备奸臣, 凡三日则便利诸御, 受诸苦楚, 三年之后, 便为牛羊诸犬, 生于凡事, 使人烹波食肉, 秦贵之亲, 王室即日, 亦要拿到此间受罪, 三年之后, 便作母猪, 替人, 生于小猪, 到后来, 仍不免刀头之苦, 经此众以为处类五十余事, 胡迪问道其罪何时可制, 律依利益道利万劫而我已, 其可定制,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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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1, N1直接下载全文, 纯文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